全国哪里的地名最好听 我先提俩高铁站 定西北镇江南 来自甘肃的定西 还有出身江苏的镇江 两个高铁站在七十这一块 拿捏得死死了 你别说啊 威武霸气又好听 好听的地名有很多 我先提名安徽 大安徽有无虎起飞 崩不住了两个胖胖 外加灰晶 其实啊 好多人忽略了安徽 把安徽的灰字拆开 上下是山水 左右才人文 一个字就概括了安徽的 好山好水 好风光 安徽是安庆和徽州的合称 可惜啊 有了安徽却没有了徽州 徽州现在已经改名叫 黄山市 只剩下一个徽州区 好听的地名还得提名云南 云南云南采云之南 云南下面的 奎明 丽江 玉西 红河 普尔 大理 陆江 文山 好多地名都营绕在山水之间 听上去就跟着一种 想去旅游撒花的冲动 在云南的地名啊 有前沿风 江浙两省的地名 带着文化气 杭州 嘉兴 苏州 扬州 泰州 一提江浙地名就忍不住想被撕啊 烟花三月下扬州 二分不赖是扬州 一把西湖比西子 东三省的地名啊 也好听 铁岭 四平 大庆 双鸭 葫芦岛 古道的就是个接地气 不整什么花里胡色 就是简单明了 直来直去 要论文化气和接地气 能二者兼修的 那得是河南河北 河南的文的 人家有 洛阳 开封 许昌 郑州 接地气的是新乡筑马店三名小 河北文的有 邯南 苍州 宝定 接地气的 一个时间让人够了 郭吉章 哗我一笑 河北地名最好听的 还得是 邯南 对 三千多年没改过名次的邯南 为汉语言文化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邯南学步 乎福其色 满臂归照 一口气就贡献了 一千多个成语 要历史有历史 要文化有文化 你要论有历史有文化 这样的地名 有个省能给你来一打 谁呀 甘肃 敦煌 玉门 天水 定西 张叶 平良 武威 陆南 林孝 还有九泉 白银 金昌 既古风古韵又威武霸气 张叶 张大汉之夜 一下就有种 西北望设天狼的霸气 还有九泉 霍气病 大胜敌军 把酒到底泉水里 跟将士们开怀痛饮 得名九泉 不用比了 甘肃地名最好在 你还觉得哪些地名很好听 欢迎留言 一起探讨 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